2024年海峡福州渔业州中国福州国际渔博会5月3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长中心拉凯帷幕 凌凉满目的海鲜食材,先进智能的养殖设备 记者看到展会现场,餐厂企业携全球精品海鲜,远洋深海鱼精品食材等餐厂 展出了上万款水产品,其中高品质的新疆三文鱼一斤亮相便吸引众多食客 记者注意到 本届渔博会首次在现场搭建敏台渔业融合发展馆 台湾的水产企业以及台湾在大陆投资合作的水产加工企业 进驻到敏台渔业融合发展馆进行集中展示 现场不少来自马祖的餐长商正在推荐自己的产品 马祖其实是渔业很新奇 那其实可以去交流就是有关于渔业或者是单菜海菜这部分的东西 希望未来两岸方面能够有更多渔业的合作 结合双方精致的技术然后让它融合在一起 福州鱼丸历史悠久是福州最具盛名的风味小吃之一 在本届渔博会上福州鱼丸企业集中餐长 无论是现场制作鱼丸的手工展示区 还是福州鱼丸千伦火锅区 都是人气爆棚 众人争相品尝 我们是多样化 把产品的话做得更加丰富 从早期传统的话 就是鱼丸的话 比如说鱼浆跟肉混合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现在逐渐延伸到 跟那个蔬菜 跟菌菇类的 就是进行搭配 让它就是营养更加全面 产品的话也更加丰富 主办方表示 希望借助渔博会 让民众近距离接触最新的渔业科技成果 品尝舌尖美味 感受具有福州特色的超级海鲜盛宴